早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有這麼多人參加我們的會議 我們馬上就開始 還有一位演講人在路上 但是我們先開始吧 我叫Hulk Hansen Hsu 在瑞士政府工作 非常榮幸擔任這集會議的主持人 跟Hulk Hansen一起來主持 所以歡迎大家參加全球數字契約的會議 這是IGF多立相關方諮詢組 那麼我們這個主題呢 就是一個多立相關方視角全球數字契約 然後Paul Wilson 還有來自技術公司 技術社區的代表 他已經來了 Paul 我覺得我們瑞士或者是日本的這種 準時性得到充分的體現 就是進步通訊協會 是Heidi Hurtvairia Dulaconstant Deleuze 他是線上與會 自由計劃研究所的代表 自由計劃研究所的代表 還有 Ebidamo 是肯尼亞駐比利士大使 他是17年在努力舉行RGF會的時候積極參與的 然後呢 Amandi Sengil 是聯合國MU長特別技術特使 他是來自印度的 好的 好的我們盡量呢 來互動 我們 這樣三個方面內容 比如說 打造GDC的一個進程 現在正在做這個工作 實現我們的工作成果 這樣一個進程 第二呢就是 有關GDC的內容 也就是說 這個重要的文件中 應該包括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呢是 GDC通過以後的展望 那麼每一個環節都會有一個 每一個嘉賓有兩分鐘的發言 然後呢 然後呢 請 跟聽眾 互動 所以呢 每三個環節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每一分鐘 來講講這個 感受 謝謝 我想我沒什麼補充 那麼 GDC啊 全球數字契約 對我們來說 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確實 確實呢 我們對 對此 進行了很多的討論 而且呢 對這個 未來的IGF 什麼樣 未來有些擔心 還有呢 確實有很多的確定性 但是呢 從積極的角來說 我們需要確認的是 就是 它是 我們 這個 我們朝什麼方向 我們IGF在世界上的位置 以及 那麼 我們有時候有這樣的趨勢 喜歡這個 單導獨鬥 但是呢 我覺得 它確實幫助了我們 擴大我們的視野 有一個整體的一些思維 同時呢 我們 在各國家和地區 一起 做了很多推動和宣傳的工作 尤其對那些不瞭解我們工作的人 所以這就是我們 需要做的工作 也就是說呢 反思 鼓勵大家的參與 所以呢 我特別希望 我們朝這個方向前進 進一步的思考 進一步的來擴大我們的影響 進一步來提升我們這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們現在講流程 嗯 那麼嘉賓 簡單的發言 你先來開場吧 好的謝謝 謝謝 政府正在進行GDC的談判 那麼 那麼涉及到它的穩定性 可擴展性 可用性 所有這些都是互聯網的內置特性 我是代表 技術部門 因為它是 互聯網是一本 很多其他事情依賴的這樣一個層面 那麼有時候呢 把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這是一種非常慣性的思維 那麼講到GDC 剛才講到的多邊主義 還有這個多利益相關方 我覺得 互聯網 我們 必須通過合作 它才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夠繼續的繁榮長勝 那麼為此呢 我覺得 我們 需要解決一些 比如說 碎片化的風險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而且呢 這個我們 已經發現這一點 這個 這個 多利益相關方 我想在很多年前 我們早就發現了 它是一個成功的關鍵 那麼現在依舊如此 所以呢 我們必須加大這個多利益相關方的合作 它已經很長的歷史 在過去的20年一直如此 那麼 我們也不能夠覺得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為我們 你知道這種國際的合作 它不是說是隨隨便便的 就實現的 有它的挑戰 而且它可能是很脆弱的 所以需要我們的投入 需要我們的支持 我想這也是GDC的希望實現的目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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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互聯網對我們的生活至關重要 尤其 尤其 比如說 疫情期間 我們 通過 跟小企業合作 提供一些平台 教課 做我們的工作 所以 互聯網太重要了 所以 我覺得 GDC 來的是時候 正是時候 當然 我們看到很多的政府 正在 出台 政策 出台法律 對新的技術性監管 我們希望這方面 大家也可以進行一些很好的討論 比如說像AI技術 如何監管 所以 很多的事情在發生 那麼 年輕人充滿了熱情 我們 的生產率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 我覺得 我們應該加大 這方面的磋商和溝通 Roe 謝謝 Rate 首先 那麼 這個工作一直是聯邦國邦長 最重視的工作 所以很高興 我們討論的問題 確實 得到了 這個 聯邦國的重視 有關數字合作 領導小組 這方面 活動也很多 講到這個進程 就是GDC的進程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更大的貢獻 當然 當然 搞一個包容的進程 非常複雜 世界很大 非常的多樣化 我 我的感覺是 我覺得我們可以搞更多的這種嘉賓的討論 進行更大範圍的合作 比如說 比如說在地區一起進行更多的磋商 讓更多人參加 我 我是來自企業的 所以呢 那些來自 很多的這個 私企業 私立部門和協會 還不知道這個事情 比如說 比如說 在這個 前不久 舉行了 這個 議會的 峰會 有人講到這個GDC 這個事情 但是 大部分人 他們不知道這個進程 我不知道具體怎麼樣做 但是我的感覺 就是呢 我們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最後一點呢 有關私立部門 那麼他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角色 因為不同的公司規模都不一樣 來自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 讓他們多參加 Murian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啊 講公民社會的參與 我覺得公民社會的參與非常重要 GDC的目標非常好 要加強這個多邊主義 和多立相關方 我們要繼續推動 WCIS 確定的這些基本的原則進步推廣 那麼多邊主義 多邊主義 和這個 多立相關方 和他們不是相互排斥的 我覺得這方面呢 就是很多的信息沒有即時的提供 這樣的話大家沒法有意的參與 那麼我們也不清楚 比如說這個地區一級的磋商 通過什麼樣的形式來做出這個貢獻 人類和地球 有 經歷了大疫情 尤其是在公共政策 互聯網 這些領域 那麼如果排斥那些受數字化影響的人 排斥他們的話 就不能實現我們開放 自由的這樣的網絡 GDC 那麼它的審查 需要私人企業和公民社會的參與 我們需要立相關方的 無論是在磋商和準備階段參與 所以呢 包容應該成為我們的標準 那麼 剛才講到非數字的挑戰 GDC呢 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一個產品或者東西 它是我們設想未來的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那麼需要這個解決這些緊急的問題 這個全球的金融架構的改革 債務的問題 這個SDG的實現 而且呢 打造和平的議程 所以呢 GDC都是所有這些廣泛的一部分 這在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當中 也看到了GDC呢 實際上是12個重要領域之一 這12個重要領域呢 都是國際社會應該推動其實現的 這我想講的第一點 我想的第二點呢 是我們剛剛走完這個進程的第一部分 那就是第一階段就是 磋商部分 我有一個很小的團隊 預算也很小 但是呢我們的團隊 和發起人 已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已經收到了超過7000多個實體的意見建議 在紐約 在日內瓦 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 以及在亞洲 這樣的磋商進程 仍然在持續不斷的推動當中 然後亞太區呢 不久在首爾呢 會有下一場磋商會 我們繼續會保持我們的磋商的開放性 包容性不斷的去傾聽 而且呢能夠 把這個大家的意見呢 都充分的加以反映 從很多程度上來說呢 就像大家在 我們的 在民主黨的報告當中 講到全球數字契約的時候呢 也提到的一樣 我們可以通過全球數字契約呢 讓多 一例相關方的模式呢 能夠擴大到更多的場合 和思想當中 如果我們考慮一下 數字化領域合作的高層專家組對話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不斷眼鏡的進程 如果我們希望想讓我們的整個生態圈 發展到下一步的話呢 我們看到技術不會止步不動 止步不前 我們要讓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生態系統呢 能夠 進展到一個敏捷靈活 生機勃勃 快速響應的新階段 這也是秘書長呢 對數字化合作的願景 所以 我們在 就像人的這種成長一樣 有的時候呢 會有一些 惰性 但是呢 我們要不斷的去為我們的進展 注入活力 此前的工作呢 已經做得非常出色了 從亞迪斯亞貝巴開始呢 我們啟動了磋商進程 接下來呢 會通過磋商 能夠為談判階段呢 奠定基礎 也非常感謝盧旺達大使呢 也加入了我們的團隊 好 好 感謝各位在發言的時候 都非常守時 Constant Deleuze 還沒有到會 他今天不參加了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邀請 聽眾來發言了 我們一開始也就是講了 我們的這張會 要盡可能開的有互動性 不是說到最後才讓聽眾 來幾個人講講話 現在我們就可以進行互動了 首先請 發言 抱歉 你的名字我發音不一定太準確 他是 負責 立陶宛的交通通信部的副部長 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充滿興趣的傾聽了各位的發言 對於互聯網的發展呢 我們都是同行同德的 我想呢 代表 歐洲的利益相關方社群 我們也是加入到了秘書長倡議的 數字合作的進程當中 那麼現在呢 圍繞著全球數字契約的進展呢 已經進入了談判的階段 這仍然是一個開放的進程 是一個多利益相關方的進程 各位談話嘉賓也都講得非常好 明年我們將召開未來峰會 而RGF呢 在實施全球數字契約的過程當中呢 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 來打造一個開放的 自由的 包容的 安全的 可持續發展的 數字化的未來 造福利所有的人 在日本呢 我和Euridic社群 進行了積極的探討 從歐洲的這個角度來說呢 會去匯總更多的意見和建議 我也想邀請所有的人 參加明年六月份 在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舉行的Euridic會議 我們剛才也代表說了 我們現在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 無論是從聽眾 還是從各種 談話嘉賓的角度來說呢 我們的真正的工作和進程呢 還在我們的前方 希望接下來一年呢 我們能夠進行著要成效的探討 能夠共同的促成一個我們每個人都想要的 朝向未來的互聯網 非常感謝您的發言 您的想法 也感謝您的守時 我們在會場的前面呢 有四個 歷史麥克風 這也是我們IGF的傳統啊 如果有多個人要發言的話 大家也可以排隊 那麼現在我們還可以允許 接受三到四位聽眾代表的發言 請每個人把發言的時間 控制在兩分鐘之內 請先做一個自我介紹 來自於孟加拉國 我們也參加到了GDC的工作當中 磋商我們一開始就參與了 我們也深度的 在U&DIC的軌道之內的參與了深度分析的工作 也再次感謝邀請我們能夠參加這項工作 在上一次未來峰會的預備會當中呢 當時沒有公民社會代表的參會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不能考慮一下 能夠聽取各個國家的公民社會代表的聲音 安排這樣的機會 好 這是一個直接了當的建議 好 Jordan Carter要發言 謝謝各位同事 Jordan Carter 我這是以我個人的身份發言的 我同意 是的 我們的這個進程要盡可能多的創新 我們的多利益相關方的互聯網治理社群 不僅僅是要去爭求談判進程的意見建議 而且在整個談判進程當中也應該有更多的創新 不僅僅是磋商 而且還要有談判過程當中也要吸引各方來參與 聯合國本身是一個多邊的體制 而且大家也都堅信 數字化治理 只有讓各個利益相關方充分的參與 不光要去傾聽他們的心聲 而且也要讓他們的意見加入到決策當中 才能夠讓數字化治理真正的有效 這也是我們也不算在推進的創新的方面之一 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所有參與的代表 特別是各個成員 聯合國成員國的代表 把這些創新更多的融入到這項進程當中 從僅僅是磋商的時候讓大家參與 轉變成為決策的時候讓大家也參與 好 非常感謝Jordan Carter 好 我作為一個代表政府的參與方 我也注意到你的建議 川安博士 是不是有在線的要發言的 我們也可以接受 我們在同時處理多項任務 完全支持Jordan Carter的發言 是不是我們低估了兩個非常不同的治理領域帶來的挑戰 而這兩個治理領域都自成其道 自成一體 而且每一個領域都需要有大量的創新 多利益相關方和多邊主義的創新 讓各方充分的參與 相輔相成 我們現在仍然是在一個初步的階段 我們仍然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才能夠實現Jordan Carter所說的創新 現在有在線的發言嗎 或者是在線的提議嗎 Lana Locauma還在看 她要在線發言 我們解除她的禁音 Lana 請講 她現在還沒有解除靜音 或者用打字的形式 把你的問題打到聊天框當中 這樣呢 好 現在你的聲音播放出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想很快地講一點 當我們要進入到談判階段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這是一個政府間的進程 如果一旦開始談判的話 前面有人說過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個進程 不光包括政府也包括民間公民社會的代表 但是我的建議是呢 我們要定期地去更新 這些談判的最新的狀況 將之公諸於眾 這樣的讓我們這些人 也就都知道談判到了哪個階段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是以在線的方式 參與這次京都IGF的 一方面呢 談判會在紐約進行 但是與此同時呢 GDC談判的進程 我們也必須要認識到 GDC社群的很大一部分 既不在紐約參會 也不一定能夠在線參會 所以一方面呢 在談判會不斷地進展 但談判每到一定的階段呢 要定期地向公眾提供 談判的最新進展的歸納 謝謝 非常感謝Nana 是的 我們必須 已經要繼續向前推進了 因為我們已經把第一節給談完了 Fiona Alexander有一個問題 她說我們在接下來的進程當中 又會看到有哪些變化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 我們的各位談話嘉賓 可以在下一節會當中 也可以來解答 但是是不是現在就可以做一個解答 簡而言之吧 那就是參與的形式 我也參加了此前的會議 然後有幾個政府呢 在組織磋商的過程當中 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們的社群當中呢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磋商的形式 包括開會 也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放鬆自在 Fiona剛才講的 包括Nana講的 他們的建議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是 通過未來 就是未來峰會 必須要讓非政府的主角 也更多的參與到 當中要比2005年的 起步之初 要做得更好 因為呢 已經這麼多年過來了 我們希望這個進程呢 能夠越做越好 好 是不是你也來簡短的做一個回應 是的 這幾個建議講得非常好 我特別欣賞 我特別欣賞講到了 我們要充分的發揮 多利益相關方 參與這個模式當中的創新性 它的吸引之處 也就是說呢 我們如何把多邊主義和多利益相關方 參與這兩者呢 更好的結合在一起 現在我們並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但是呢 我們已經有一些現成的創新了 比方說網絡犯罪公約的談判 最近呢 聯合國環境計劃署也是把化工企業邀請到 參與到了他們的談判當中 比方說 對於致命性的自動化武器的 可能產生的公約的談判當中呢 也邀請了一些這個領域的專家來參與 所以呢 這個談判進程的主要的推進方代表呢 也都到會了 他們也在仔細的聽大家的建議 也就是說讓這個進程 也盡可能多的讓大家參與 盡可能多的有包容性和開放性 然後呢 也講到了要不斷的給大家更新情況 那麼在會間的 向利益相關方的情況通報呢 在網絡犯罪國際公約的談判過程當中 也得到了有效的實現 對於我們聽到了那麼多建議之後呢 我也想做一個補充 我也是希望啊 大家能夠和你們身在其中的成員國的有關方面 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要跟這些你們要和你們自己的國家的這種成員國的代表團 包括特別他們派駐到 紐約和日內瓦的駐聯合國代表團更多的接觸 這樣呢 我覺得解決這些問題呢 我們並沒有一個魔術的方案 就能夠化解所有的問題 大家都要去多溝通多接觸 好 講到這一點呢 就很好地切入到了我們的下一個話題 因為呢 剛才我們也講到了我們的進程呢 正在進行之中 我們也希望獲得更多的像政策簡報 最近呢 我們的叫做議題情況說明 總結這個報告呢 也總結得非常好 把此前的磋商的結果呢 有進程的共同促進方呢 也向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文件和說明 當然這些工作都是初步的工作 那接下來呢 我想問幾位訪談嘉賓啊 你們認為在GDC的進程當中 我們現在仍然有哪些缺失的環節 還有哪些創新能夠為這個進程 帶來新的附加值或者是新的實質性的內容 來共同形成全球數字合作的框架 好 還是從阿曼蒂普從您這兒開始吧 是的 數字空間的問題呢 零零總總太多了 這些問題本身呢 我們要把它組織成不同的類型 比方說把它歸納為八大議題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歸總的方式 我們也聽到了很多的評論建議 也許呢我們可能要更多的去強調數字經濟 以及呢數字經濟帶來的發展問題 因為數字經濟呢是突飛猛進 AI人工智能在這些 在現有的討論當中 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 大家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 所以呢在 談判階段正式啟動之前呢 我們的共同促進方和工作團隊呢 還有很多的時間 來思考如何為下一階段的工作 做好組織工作 我覺得我們現在並沒有缺失的環節 只不過是哪些方面要強調的更多點 如果你看一下秘書長的政策簡報的話 對於整個聯合國體系來說 我們有那麼多的機構 大家一起在工作幫助秘書長做了這樣的一個政策簡報 我們如何把這樣的一個政策簡報當中 體現出來的願景呢 比方說彌合數字鴻溝 進一步的推動SDG目標的達成 在網絡空間實現對人權的保護 以及數字空間的信賴可信賴度 這部分如何得到體現 另外就是智力 靈活響應的智力 特別是在AI方面的這種靈活響應的智力 把所有這些議題放在一起 使我們擁有了一個戰略的高度 然後每一個共同促進方 都會引領某一個方向的討論 有哪些原則 有哪些目標 有哪些舉例 所以光有原則是不夠的 實際上在數字化領域呢 我們已經有了過剩的 就是太多的原則了 我們現在要打造這種行動的框架 並且我們要做出承諾 承諾要延出必行 後續要加以更進 那這也是全球數字契約進程 我們能夠增加的這種附加值 是的 我們現在不光有骨骼 也有更多的肌肉 更加的豐富了 謝謝 全球數字合作現在已經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因為現在連接度在全球是不均衡的 而且數字鴻溝 使得很多人不能夠 取得益於數字化革命帶來的好處 社會和經濟上的不平等不公正 為發展和民主帶來了艱巨的挑戰 如果我們要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話 如果我們要能夠讓全球數字契約為這個願景 做出貢獻的話 我們就需要做出更多的承諾和行動 首先讓數字化的益處 能夠去遭遇於所有的國家和各國人民 資料 第二 這些 政府的這些數據的資源 要用透明包容可問責這樣的形式 然後來進行組織 然後我們還要用好它的催化劑這樣的作用 我們必須要實現犯式的轉變 這樣才能夠去應對現在的不平等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上網 那這個不平等的這個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所有的這些技術呢 現在呢都在朝著數據化這方向去施力 那可能有一些國家呢 就真的就被落下了 其實還不僅僅是關乎上網的這個可擊性的問題 還有呢就是它的這個質量的問題 可負擔性的問題 以及全球是否能夠平等的這樣的參與規則的制定 要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夠有這樣的技能 能夠從這樣的新的范式中獲益 所以現在是時候我們必須要去弥合這樣的鴻溝 就是有資源有技術的這些人呢 他們也需要利用技術來打造 一個繁榮的世界為了所有人 幫助那些沒有資源和技能的人 那有做得很強的這些的國家呢 尤其要去幫助南方的國家 貿易的規則過去呢就是 希望能夠促成跨國的這樣的合作 來實現這樣的一種發展中國家 他們也能夠去獲取數據 而這樣它現在就已經到達了一種 相當於一種新的一種殖民的這樣的一種狀態了 那過去20年我們有一些新的一些挑戰 我們就必須由GDC來解決 我們必須要讓政府技術和金融的各個方面 都能夠合作起來 讓大家都能夠有選擇 去上網去連接 包括讓年輕人 他們能夠上網以後也能夠進一步的發聲 而且呢這還必須要基於人權 要去解決全球的這個不平等不公正的 地緣政治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有序的引導的這樣的 數字化轉型對所有人都有益 能夠帶來自由和平等 不好意思 我們要守時控制時間 非常感謝您分享我們的觀點 下一位嘉賓 Raw 你的觀點 最近有一個有篇文章 裡面講得很好 GDC裡面應該有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看到了這些問題有很多的共通點 跟IGF 就是GDC和IGF之間呢有很多的共通點 所以IGF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來討論這些問題 那GDC我有什麼期待呢 我想要強調 技術所帶來的正面的影響 技術的發展它不會停步 我們希望能夠利用好它積極的一面 我希望能夠發出一個希望的 充滿希望的這樣的信號 各國 世界各國都應該要加速努力 推動技術的進步 讓我們能夠在全球實現更加平等的發展 讓技術革命的益處呢 都能夠為所有人造福 所以說不應該 既不應該監管過鬆也不應該過嚴 或是過度的監管 昨天呢日本的首相 他的發言就非常的振奮人心 他講的呢 我就在這引用一下 就是我們不能夠忽視眼前的問題 但我們可以 就是盡可能的 擴大它的益處 減少它的弊端 我覺得講的非常的好 能夠讓全人類能夠團結起來 共同努力 因為我們是沒有辦法 停止技術的進步的 但我們可以努力 讓技術的革命 為所有的人都能夠造福 非常感謝 講的非常重要 這確實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大任務 必須要平衡好二者 那下面請下一位嘉賓 你對這個問題如何看待 我給大家舉兩個例子吧 2007年 2007年 有一個運營商呢 他是希望我們 能夠給他 發許可證 就是數字貨幣 後來的政府 經過各方面的這樣的考慮呢 給了他們綠燈 那現在你再反過來看 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能夠去理解 就是說創新它可能是走在我們的監管之前的 因為現在 AI 它的 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 現在好像是想要在它創新之前 就想要把它給監管住 我教學多年 看到了AI 在教育當中有大量的應用 我們 就用這個柏拉圖 的這樣的一種理論 就是孩子啊 他必須 孩子 他必須要去死基因背很多東西 然後呢 好多年以後 他才能真正的去理解 寄下來的這些東西是什麼意義 在教育當中 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你比如說 你可能把一個東西給十個人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你用新的技術可能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有可能是允許創新 但現在說到這個分裂式這種方式 比如說在教育方面呢 我們不能夠只是說 AI它就是壞的 會將人類消滅掉 但是我們應該要就是用辯證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教育啊 教育啊 確實是 數據世界的一大支柱 Paul 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GDC 應該要 認識到我們 現在的情況是如何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再進去進步 GDC 它是開放 包容 分享的這樣的 安全的這樣的一個網絡 但現在還有26億人沒有上網 而百分之 就是這些60多億人上網的當中呢 他們沒有實現有意義的連接 我們需要增加這個連接 質量 還有 內容以及互聯網這方面的能力 過去20年呢 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的這個程序呢 就是想要去應對這些成長中的陣痛 確保它的整個架構的安全 和完整 這就需要合作 很多人在想為什麼還要討論互聯網的智力 回答呢就是互聯網在不斷的變化 在成長 就會帶來不同的挑戰 現在創新呢都非常的棒 在互聯網上 包括在整個程序當中也有很多的創新 所以呢 所以呢 它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應該要更多的去利用好這些創新 我們應該要進一步的把互聯網的益處 讓更多的人能夠去從中受益 帶給更多的人 我們要認識到已經做了哪些工作 同時呢要提高效率 要有緊迫性 看看未來還有哪些數字的問題和非數字的問題 是需要我們去應對的 應該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 然後從這再來開始制定工作計劃 謝謝 好像Biton是要回應 他講得很好啊 我們其實互聯網百分之百的實現了普及 在全球 但還有一些人 還是沒有辦法上網 就因為語言的問題 那AI 可能 就能夠幫助我們 都有本地的語言 讓所有的人都能真正的能夠上網 這才叫包容性 謝謝 Andrea 我好像是在看我的 屏幕 但我這其實是有些連接的一些問題 線上的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 如果說我沒有看到大家的問題 我媽好像在舉手 你是要發言是嗎 我現在給你解除靜音 我知道好像網絡還是不好 你那邊能不能幫助我給他 解除靜音 那要發言的話請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呢盡量的簡短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那 Rida要不然你開麥 然後讀這個問題吧 我在這兒好像我的網也不太好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大家解除靜音 Rida 謝謝謝謝 來自Joji Benti的問題 她問我們有什麼樣的機制 讓利益相關方能夠參與進來 就是她的這個程序 如果說不包容 或者說是不想跟那些批判的聲音合作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有什麼樣的機制 就是讓他們能夠參與進來 Oma她還在舉手 我也沒辦法給她開麥 謝謝Rida 我們與此同時是不是看看還有別的問題 可能有更多的人在排隊提問 那大家如果說有人在排隊的時候告訴我一下 謝謝 我叫Nagel 來自加勒比 信通組織 我們有 來自加勒比海的20個國家的這樣的 機構參與 我們一直在關注GDC的進程 代表我們的成員國 來關注 但我們都是 發展中小道語的國家 我們希望也能夠帶來我們的視角 我們聽到很多的嘉賓都在講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還有GDC這個程序呢 我們需要有包容性 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上網 很多是來自泛中小道語的國家 所以現在是不是有特別的努力去讓他們能夠加入進來呢 當然這是一個挑戰 我們在IGF這兒呢 專門有一個會是周四召開的 我們也在努力 但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在GDC的這個發展過程當中 有沒有特別的努力去接觸到這些國家 確保是關注到他們的 謝謝 Stella 我們的青年代表 請自我介紹 我在Stella 我負責GDC的提交的一個網站 我有個問題 年輕人都說是我們的未來 但我們看到有很多的青年的倡議 提到了GDC的這個線上的這個磋商當中 那這些是怎麼樣能夠把我們的觀點放入到這個審議的過程當中呢 Eric 請你提問 我叫Eric 來自 我問Matica 我有一個關於Oasis的一個問題 就是原住民他們有沒有積極的參與這個程序 我們知道你知道加拿大那邊其實少原住民是出了一些問題的 所以我就想要問這個原住民如何能夠被納入我們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參與 你剛才講到了一些挑戰 對他們是不是產生了一些具體的影響 Omarsh 我們現場的嘉賓 Omangarita 他是不是可以發言了 解開麥了嗎 可以聽到了 好 太好了 謝謝 我叫 Mark 來自孟加拉 我是一個全球的這樣的一個創新競賽的這樣的最年輕的獲獎者 我的問題呢就是 我有好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很擔心啊 就是GDC 他沒有辦法很好的來解決這個GDC的相關的這些政策 和簡報的等問題 就是如何確保年輕人能夠獲取到高質量的連接 因為對於他們來講 這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確保他們能夠上網 能夠使用高質量的數字的技術 還有一點呢就是GDC 他應該 具體的讓私人部門 能夠參與進來 能夠保護 年輕人和兒童的權益 也感謝給我這個機會 代表兒童發言 現在就 我們就停止提問了 Oma 我來自Universal Digital Rights 而我們跟其他的機構一起去 諮詢女性和其他的一些代表呢 看看他們的觀點對GDC如何 那他們覺得應該是要確保一個開放 安全數字化的這樣的一個未來 而且要有一種尊重女性的這樣的方法來實現 要確保我們是一個平權的 性別平權的世界 我們週六的時候 推出了十條原則 大家可以來看我們的這個十條原則 它應該是要對所有人都能夠行得通的 要確保GDC 它是基於現有的人權法 能夠保護大家 不受歧視 要確保不受到線上的基於性別的暴力 還要有自由言論權 現在我們看到這也是缺失的 還有一點呢 就是要確保互聯網 它能夠讓所有人都能夠上網 包括那些有破壞性做法的監測 然後監視也要都很好的應對 我們要確保數字的隱私 還有呢就是在設計上 就要確保它的這個算力 是安全的不歧視的 我們在週六 沒有推出這些原則的時候 有很多的國家政府都在參加 有一些國家呢 他們說這個性別平等和女性的權益 它應該是GDC的其中的一個支柱 那想看看嘉賓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很抱歉要打斷你 因為時間有限 這位來介紹一下自己 Lisa Lambrou 非洲Research ICT 你講到這個GDC的進程 那麼我們在非洲呢 進行了一些磋商 有些磋商方在場 有些不在 那麼這兩個磋商呢 就跟這個多邊主義 多這個力相關方有關係的 還有這個跨部門 剛才Varilla講到這個問題 我想再加上一條 不平等不利影響最嚴重的群體 需要考慮他們對GDC的參與 不光是這個整入的問題 就是還有這個參與的質量問題 那你平等啊這個 等等都應該加入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獲得數據 還有這個數據的不平等 需要解決 對數據的依賴 就是我們怎樣確保我們獲得自己的數據 這需要政府之間來磋商 我們怎麼樣使用技術來 這個準入獲取這些數據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怎麼解決這個不平等的問題 我的名字是Lisa Hever 是代表荷蘭政府 我也是MAC成員 那麼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些話題啊 今天我們在京都在這裡開會 那麼就是在這裡 京都議定書是出臺了 第一次呢我們同意 就是應該這個沿著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走下去 我們現在呢 互聯網 而且確保相互連接 最小程度的延誤 而且呢這個環境的可持續 這種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來照顧我們的這個地球 但是呢沒有講到互聯網節能的問題 起碼我沒有發現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問題需要我們的關注 才能夠有此可持續的發展 也就是說呢我們要特別注意互聯網上的節能問題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Halisha Hagabason 這個巴西 一個社會住房聯盟 涉及了3萬人的這樣一個機構 我們在學校一直推廣提高這個數字素養 而且在最貧困的地方這個普及熱點和Wi-Fi 而且在論壇 就是 就是 呃 來 重視一些創業的工作 我 我的問題是 我覺得 IJF議題沒有包括裡頭 就是勞動的問題 勞工的問題 怎麼樣確保 怎麼樣確保勞工的權利 怎麼樣確保勞工的權利 未來峰會 怎麼樣確保 SDG 八 也就是說體面的工作 怎麼樣確保工會能夠參加這樣的一個過程 最後一位 麥克風已經關掉了 但是再開一下吧 那麼Seline 阿拉伯的一個磋商機構的組織的代表秘書長 不是一個問題是點評一下 我們相信啊 GDC的一個目標 是提供一個 每個人提供安全的數字環境和網絡 但也必須包括 兒童的成家 這樣的話呢 在這個 防止這個數字敲詐 和這個暴力方面保護他們 我希望 我們 就是網絡安全和 網絡安全和權利方面 我們有一個成員呢 就怎麼樣給他們 安全的環境 我們準備了一個建議 所以呢 這個 我們 沒有問題 他說只是 我們 希望 提 就是呢 我們有一個建議 就是有關這個 在這個網絡安全和這個 兒童的數字權利方面 希望呢 能夠採用我們的建議 而且呢 用在大很多的機構裡頭 能夠 好的 謝謝 我想說一下 要提問的話 一定要用麥克風 好很抱歉 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可能就是沒有很多的時間了 那麼 那麼現在 首先回答一下問題 有關內容的問題 然後再增加一個問題 我們看了很多GDC的內容 是否 在 未來峰會上 那麼 我們 不光是要看GDC 也是要看了一下 比如說全球和平議程 這些跟GDC沒有直接相關的內容呢 Mandy 你先開始吧 就是GDC之後的進程審查機制 我們應該做什麼 怎麼樣創新 同時呢 也回答一下相關的一些問題 有這麼多的問題啊 可能需要全部回答 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呢我想把它分成三類問題 首先呢是那些涉及到具體的權力小組的 兒童啊 發展中小島國呀 我聽到了你們的聲音啊 而且呢很多的合作是跟著相關的 比如說青年人 我們跟秘書長進行了合作 進行了磋商 阿茂剛才講 可以說呢 這個GDC深度參加 青年參加GDC 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看到 其實呢看一下我們的文件 那我們的共同組織 都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這些東西都是跨專題的 戰略性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周六的時候我會很高興的 給大家講講 在數字世界這個性別的主流化 為什麼那麼重要 不光是看GDC的進程 還有其他的東西都需要關注 比如說 婦女地位 就是一個 這方面 也是個很好的機會 我覺得在這個方面做出貢獻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麼這些進程相關的問題 GDC和之後這個標題非常好 我們應該考慮一下進步推動GDC 我們必須要打造一個生態體系和良性循環 我們用這個多立相關方的方式來做下一步的工作 所以呢 秘書長 推出了做了很多的工作 推動這方面的討論 我覺得有一點他昨天講到了 就是呢 我們需要 不能夠歸縮到我們的孤島 然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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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樣的話 我們才能夠繼續地推動 當然了 確實有很多的挑戰 比如說這個 信息的問題也犯行 算是轉變的問題 不能夠單打獨鬥 互聯網在與時俱進 這個數據流動在加快 這個用戶使用 越來越複雜 所以有很多的玩家在進入 而且在很多的就是 非西歐的非美國的一種與景象來發生的 所以呢怎麼樣 來應對這樣的挑戰 尤其是 就是 在這個AI的技術的發展 這個 所以呢我覺得 威西斯加上二十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更加廣泛的參與 加入到現有的論壇中 確保 政府和企業有意義的參與 確保跟其他的社區研究和這個 一起來更深度的參與 來一起這個實時的方式來迎接挑戰 確實呢有這麼多的問題需要回答 但是Valeria 那麼這個經濟社會聯合國人權宣言 我覺得都是確保這個自由開放的互聯網非常重要 還有定期的評審 還有這個SDG目標的這個評估 還有這個WSS行動計劃的落地情況的評估 還有這個聯合國的還有教訓組織的搞的一些這個參數啊 為了落地GDC需要一些這個很好的財政的機制 還有這個提升各國的這個監管的能力 所以我們需要國際金融機構的加大撥款的力度 來支持我們這方面的互動 剛才講到的包括在這個土著居民知識的分享方面 那麼 那麼 為了落實要加強各國的這個金融的這個熟資的能力 而且 進行擴大國際數字方面的合作 進行擴大國際數字方面的合作 我們 必須用這個多立相關方的方式的進步 推動這個國際的合作 好 我覺得 在這個未來峰會上 這個 要小心不要 建立更多新的這個治理的機制 因為剛才很多代表都講到那些 比如說那些加勒比這些小的島國參加這些治理結構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很多小國的小的發動國家沒有這樣的能力來參加 所以 IGF的議題 是非常好的 跟GDC很高的一致 所以我們要進一步提醒加強IGF 當然我們也要與時俱進 考慮到挑戰的這種不斷的變化 但總的來說我覺得這個渠道是非常通常的一個渠道 聯合國在促進更多的政府參加多立相關方方面 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還是可以說是最理想的做這個工作 而且政府應該走出舒適區 因為最終還是要取決於政府間所做的決定 所以最終還是要靠政府來做出決策 所以我們應該幫助他們 這樣他們不要 就是讓政府過多的參加這個數字的 那麼這個問題確實非常的複雜 我覺得唯一的迎接挑戰的方式就是這種多立相關方的參與 所以我們需要參加這樣的進程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利益相關方 所以我們希望必須要讓我們的政府走出舒適區 我覺得大家已經有一致的意見 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問題 自由的問題等等 要照顧好人權的角度 確保每個人的人權 那麼我覺得 如果這方面能夠達成共識的話 那麼可以說我們也幾乎回答所有大家提出的問題了 Paul 謝謝 謝謝 確實提到了很多問題 講到了包容等等 包容 尤其是那些邊緣化的個人和社區 小島 無家可貴 兒童 青年 也聽到互聯網的包容 互聯網智力的包容 GDC的進程中的這些包容 那麼我們 那些直接涉及到的這些人 他們希望問的問題 就是IGF我們模式的有效性 我們講的是IGF 還不說GDC 但是我想回答一下 涉及到包容的這個問題 那麼 IGF已經有18年了 雖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是很好的一個渠道 在這樣的一個場所當中 我們要繼續去跟進GDC的目標 要進一步的擴大IGF的工作任務的範圍 要吸引更多方面的參與 而且IGF這樣的機制 不需要去重複再建更多的機構 我們的多利益相關方的進程 或者是思路需要進一步的加強 Euridic 剛才已經做好了準備 我們也期待著 IGF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包括進一步的發揮所有參會方 以及你們所代表的社群 能夠代表的帶動的力量和貢獻 我們在展望未來 不需要對已有的安排 機制做重新的安排 而是呢 把已經開展的工作 持續不斷的推進下去 謝謝大家 感謝Paul 接下來呢 我們想請聽眾的代表 無論是在場還是在線的代表 給三個發言機會 Janet已經走向話筒了 因為我這塊互聯網連不上了 是不是有在線的 打在聊天框裡面 我們把它唸出來就行了 來自於德國柏林的國際政治的教授 那今天呢 講的很多的問題啊 都是在IGF的工作範圍之內 所以我非常同意Paul Wilson 剛才講的 那就是 IGF 以及全球數字契約 必須要相輔相成 我們今天談了好多互聯網碎片化 我們現在對碎片化 以及互聯網這裡碎片化 都敢表達了我們的擔心 所以這兩個進程也要結合在一起 謝謝Janet的發言 我的左邊有一位先生 已經站到華人後面 Ponce 至於Gangbya 我想請在Gangbya 我們也參加到了此前的GDC的磋商進程 也讓政府和各個利益相關方參與進來 也提交了我們的意見建議 但是呢 我們認為在這個進程當中是需要讓我們的政府也提出意見建議的 好 感謝Gangbya 我來自於巴西 巴西青年代表 我的問題是呢 在剛才的發言當中 我們也聽到了多利相關方主義這樣的一個標籤 已經被貼上了 貼到了很多 多邊主義的進程之上 成為了政治磋商的代名詞 多利編相關方的模式是這樣的 是更加寬廣更加複雜的 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標籤 剛才霍夫曼教授也提出了他的建議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呢 是不是有可能 用GDC的模式呢 以及RIGF的帶來的機會 來推出更新的標準 讓多利益相關方的精神或者是實質 能夠真正的用到GDC的進程當中 也就是說什麼是多利益相關方主義 怎樣做才算實現了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 我們是不是能夠達成一個標準 謝謝 我來自APC 我阿曼蒂佩一個問題 問題分成兩部分 首先 GDC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認為GDC失敗了 沒有奏效 另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你能夠說GDC成功了 這個問題都非常的具體 阿曼蒂佩 她說我們不需要一個新的官僚機構 來建立一個和RIGF有競爭關係的 論壇 會分散資源 會分散資源 我們應該更新IGF的任命和 的授權 包括在GDC的進程當中 好 這邊有位先生在我左手講的簡短一點 好嗎 請講 讓你說呢 非常感謝 我們講了 全球數字契約 應該有什麼樣的內容 大家做了很多的討論 那我們能不能建立一種 一旦有了法律或者是規定之後 如何去問責 確保問責 問責制 是的 我們達成了很多的共識 但是在實施這些共識的過程當中 發達國家並沒有肩負幾對發展國家的責任 讓發展 幫助發展中國家來進行能力建設 所以呢 你有了這些承諾 有了這些說法 又怎樣去確保責任制 問責制 但是如果承諾沒有做到的話 好 也是非常具體的一點 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邀請幾位台上的嘉賓 做一個最後的簡短的發言 或者是對剛才問題的回應 每個人一分鐘 最後一輪了 Paul 從這邊開始 我覺得互聯網在疫情期間 為人類的服務 應該給他受一個諾貝爾獎了 新冠疫情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來說明互聯網 以及數字化能力 能夠實實在在的解決問題 包括也是增進了醫療科學的進步 那麼還有一些非數字化的問題 對於人類來說 也是具有生死存亡的意義 對我們的各個社區社會來說 對於這些非數字化的問題 也需要得到解決 如果我們完全專注於數字化議題的話 那也是不對的 我們要用IGF 以及世界各地的 我們類似的討論當中 催生的數字化的創新 來解決非數字化的問題 謝謝 我覺得呢 我們要打造一個框架 讓決策者 讓政府和其他的利益相關方 進行決策 現在已經到了 拿出這個框架的時候了 因為 我們已經看到 已經認識到 互聯網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 打造一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未來 我們需要打造一個 能夠賦能創新的未來 我們 必須要 和討論和化解 我們所面臨的所有的問題 像我們現在正在進行討論這樣 我以前也是一個政府官員 我覺得和公民社會和利益相關方 進行探討的這個思路是奏效的 有很多政府 大多數國家政府 有時候不願意和公民社會 進行討論 不願意讓公民社會 參與到他們的決策進入當中 但是呢 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 彼此互學互建 餘地是非常大的 然後 感謝 每一個利益相關方 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議題面前 都是任重道遠的 比方說政府就肩負著巨大的責任 來加速創新 打造賦能的環境 來構建新型的 更加富有包容性的 更加平等的發展模式 而且呢 要創造各種渠道 讓技術能夠造福於每一個人的 生產生活 我們 對於 我們來討論這些問題呢 也是恰逢其實 那麼講到我們的工作進程 我們需要 向各 理想官方提供更多參與的機會 包括 包括在促成全球數字契約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講了 同時要進一步的增強 擴大IGF的工作 特別是以未來明年的未來峰會 作為一個重要的契機 我們 我們也都知道 當前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 我們也知道這些問題的症結 那麼 很多的政策和權力呢 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 大科技公司呢 他們具有主導性 但是沉默的大多數呢 他們的聲音不能夠得到 良好的代表 我們需要有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機制 要做更多的工作來實現公平公正 只有公平公正呢 大家才能夠都得益於數字化 我們要確保數字化的益處 能夠公平的分配 造福於每個人的生活 我們也需要通過 全球數字契約呢 產生的機制 不能夠再固化或者是放大 當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我們需要打造一個開放自由 和具有包容性的數字化的未來 好 最後一個機會交給阿曼蒂普 好的 我特別讚賞 剛才有一個同事提出的要有問責制 那我們現在碰到那麼多的挑戰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 都來採取更多的行動 這樣的一個必要性 大家都是同意的 目前我們採取的行動的層級 我們的響應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要再往前走一步 而且呢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有問責制 而且呢 對於參加關於治理的討論 我們要進一步的降低門檻 讓大家都能夠參與 剛才劳爾也講到了 小型代表團的參與權 那麼現在160多國家的代表團 他不可能從一個論壇 跑到下一個論壇 沒有這些資源 所以我們要讓大家的參與變得更加容易 不能夠讓僅僅有幾個國家 僅僅有幾個國家或者幾個企業 能夠參加所有的這些論壇的 這些議題的討論 所以在參與方面呢 現在已經出現了碎片 或者大家的情況呢 各個不同 在秘書長的政策簡報當中呢 他講到了各種各樣的差距 對於虛假信息錯誤信息 AI治理 對於AI技術的治理這些 而且呢 我們有IGF領導小組的工作 進一步的增強IGF的工作 擴大IGF的工作範圍 這是我們今天正式要去推進的 如果再多給我幾秒鐘的話 我想講一講成敗的標準 我用一句話來講 就GDC成敗的標準 怎麼樣是失敗了呢 如果我們不能夠充分的 把未來峰會作為一個契機 來提出我們的雄心壯志 增進我們採取的行動 讓我們的響應更加有效的話 這就是失敗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相反 那就是勝利 成功 好 感謝阿曼蒂普 是的 我們的這個群體 要迎難而上 克服這些挑戰 也感謝各位提出的智慧 爭知著見 感謝聽眾代表的發言 我們以及在線的發言 是的 現在這段會是必須要收尾了 講到過程 進程 我們不能夠驕傲自滿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的提升 治理 要有更多的問責制 就像剛才有一位代表講的 我們要進一步的增強多邊性 多利益相關方的參與 要讓各方通力合作 讓我們一起來推進這種改進和改善 那麼講到GDC的內容 實際上對於GDC來說 我們要把互聯網發展的 以及治理的方方面面的細節 加以治理 這也是一個更加廣泛的治理問題 GDC 未來峰會 以及SDG 可治理發展目標的實現 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而IGF也是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講到後續跟進的行動 我也想從VSIS成果文件當中引一句話 就是我們要打造一個負能的環境 如果我們讀一下VSIS成果文件的話 我們要打造一個負能的環境 來促成人們的發展人權和包容融入 所以在這兒 我們並不僅限於GDC的這些話題 而是要通過這些討論 來打造一個負能的環境 不光能夠應對當前的挑戰 也能夠幫助我們去應對新興的挑戰 好好感謝每一個人 你們的發言貢獻 這幾位嘉賓都非常棒 那麼對於在線參會者的話 如果沒有給你們足夠的時間的話 再次表示歉意 再次對於組織主辦的方面表示感謝 謝謝大家